妈 妈 你看 我爸谁带回来了 快坐下 阿姨 妈 我女朋友大美 妈 这一次带大美回来 是想商量商量咱们两家结婚的事 结婚呀 结婚是好事 大美呀 你看你们两个都谈那么长时间了 也是第一次到我们家来 真是 以前真不错 你看长得挺好的 都好的个闺女 那你们说 什么时候结婚呀 就是定到10月1号吧 10月1号人多 亲戚朋友们回来的也多 是吧大美 行 我们一家 行 你们说10月1就10月1 人多热闹 多好啊 你们结婚吧 咱们得热闹 弄吧 啊 你们两个这就 盘到盘生病假了 这彩礼嘛 你看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阿姨 我们那边彩礼都是十多万 二十万左右的 你看你给多少 那咱们就 那咱们就 站个中间处 十五万 你看 行不行 那行 大美 你看 咱那都说好了 十五万 呃 彩礼啊 明天 明天正好啊 是个好日子 吃酒 多好啊 嗯 往上 这两天 给你送过去 行 妈 既然这事都说好了 我去厨房做饭去 咱们两个不是收好要出去吃的吗 嗯 那你们出去吃 我妈自己去做饭去 那行 走 妈就不给你一块吃了 行 我自己啊 做饭出去 妈 妈 嗯 说个好消息 人家 快坐下 什么好消息 大美 怀孕了 怀孕了 嗯 怀孕好啊 你看你这 没结婚啊 都要当爹了 我这啊 就要用奶奶了 哎 乍天啊 这个彩礼钱 你给他送过去了 没有啊 哎呀 这段时间啊 比较忙 我一忙啊 就给忘了 再加上 这大美 这一怀孕 高兴的 啥事都给忘了嘛 儿子 这个彩礼钱 没送你 妈告诉你 这个财礼钱 不给他那么多了 给他三万 三万就行了 妈 三万 为什么 儿子 你看啊 大美的 他都怀孕了 他又不能嫁给别人了 是不是 他是咱们家的人了 怀着咱们家的孩子 这个财礼钱 多少钱 他都得嫁过咱家来 知道吗 这个财礼钱 又剩下十二万是不 知道吗 知道吗 别说了 妈让你给三万 你就给三万 那好吧 儿子 你要是送钱的时候 给他三万就行了 别再说 给他十五万了 知道吗 行吗 我知道了 你就是不给他钱呀 一分钱不给他 他照样 也要嫁到咱们家来 你若出去 他这肚子一大 谁会要他 是不是 听妈的 大美 我妈 说了就给三万 乍天 你妈什么意思 说好的十五万 现在给我弄了三万 怎么 我掉价了 大美 三万 也不少了 你就 嫁给我吧 嫁什么 嫁 我告诉你 你妈如果不拿这十五万 想结婚 门儿都没有 大美 你都怀孕了 你不嫁给我 你嫁给谁呀 你呀 就拿这三万块钱 跟我结婚吧 搞了半天 是因为我怀孕了呀 所以你妈 才把财礼钱降到三万是不是 行 我现在就去找你妈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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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嫁出风呢 干什么呢 干什么 你心里面没数吗 什么事啊 我问你 当初明明说好的十五万呢 财礼 为什么现在只有三万 嗯 你说这个财礼啊 当初说好的是十五万 可是这个三万啊 就是先给你拿过去 剩下的还在我们家呢 我们呀暂时取不过来 再说了 你们这都结婚了 钱在你们家和在我们家 不都一样吗 你嫁到我们家 不都是一家人吗 嫁到你们家 我告诉你 这财礼如果不给我拿够 我坚决不会跟乍天结婚呢 不哪够 你还不结婚呢 我看你啊 你这都怀孕了 你不嫁给我儿子啊 谁还会要你啊 哼 你现在 倒看不出来 再瞪两个月 你俩肚子就大了 谁看过来啊 人家还会要你吗 一本钱啊 我们不给你拿 你也都嫁给我儿子 别人啊 不会要你的 搞了半天 就是因为我怀孕了 所以这个钱 你们不愿意出了是吧 行 既然你们这样做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你这个彩礼钱啊 不拿够 我坚决不会嫁 孩子 我也不会留 他们 那毕竟是咱们两个的孩子啊 你你你不能把他给拿掉啊 你给我闭嘴 孩子有你这样的爸 有什么用 你事事都听你妈的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告诉你 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 那就是耻辱 你们如果不拿够彩礼 这孩子 我就去打掉 天底下 不是除了你儿子 我就没人要了 像你这样的 姑娘啊 都和别人毁了的孕了 谁还会要你啊 我告诉你 除了我儿子 现在 你叫没人要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我就算没人要 我也不可能跟你儿子在一起 有你这样的婆婆 不管是谁 跟你都不会好过的 谁要是娶了你这样的媳妇啊 会好啊 我今天就告诉你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这婚也别结了 这孩子 我会去打掉的 你儿子 我还不吓呢 就你这 不是姐姐的女人 谁会要你啊 妈 你别说了 你看 这好儿子一状灰势 到你这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儿子 你看他一句话 把你吓的 哎 你想 他现在毁了孕呢 过一遍啊 那自己就大了 别人啊 谁会娶他 迟早 他会来找你的 知道吗 请在家里 等着呢 妈 你以为现在这个社会 还和你们以前一样啊 现在 别人就算做了手术 也根本看不出来 妈 你啊 可把我害惨了 儿子 病话 听妈的 你等着看吧 他不能半月 会回来找你的 儿子啊 打起镜头来 你看你 整日子 腿都丧气的 妈 这都一年了 你说大美会找我 我都听别人说 大美都要结婚了 谁知道 像他这种女人 怎么 还结婚那么快呀 你知道吗 我听别人说 大美啊 给别人家 只要了十二万的财力 他就给嫁了 你说 那当时 咱们都已经谈得好好的 你 儿子 现在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妈也知道 那时候做的不对 可 你再去找大美 咱们 还给他十五万 人家给十二万 咱们给家十五万 妈 你别说了 你到现在你还不明白 其实 这不是钱的问题 如果说 咱们家 真的是因为没有钱的话 你给他三万 人家也会同意 可是你 那个态度 你就仗着啊 大美怀了咱家的孩子 你就对他 那种要挟 你这样 以后 怎么能过好啊 儿子啊 以后 你再找什么 让到女朋友 妈就不管了 妈 只管出钱 要多少 妈就给你拿多少 你看 现在说什么 也晚了 大美 她现在就要快嫁人了 那该怎么办呀 妈也知道 妈以前做的太不好了 做错了